对此前环保署长沈世宏发出新闻稿反驳 表示中央政府当中环保署的责任仅在于进行以及审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但关于回馈金分配不公的事宜 则是属于经济部的业务范围 请民进党不要再转移焦点刻意抹黑 沈世宏强调回馈金的分配比例协调责任 归属在于县政府以及电厂业者 宁崇贤县长回应渔民抗争时 把自己的谈判责任完全撇掉 协商全推给环保署 就是欺骗糊弄渔民以及县民的失职行为 沈世宏表示他身为环保署前任首长 有为环保署澄清事实的责任 此与是否协助邱淑提竞选宜兰县长的选战无关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